所以上帝就说 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你可不可以把儿子找回来 你记得我说过 有一天晚上我做梦 我就梦见我的女儿做错了事情 她就在我面前跑走 跑得很羞愧 流着眼泪一直地跑 一直地跑 我每一次现在想到那个的画面 想到我的女儿在我前面不见了 我在梦里头一直大喊着说 妹妹回来 妹妹回来 我说妹妹你回来 我喊到最后 是我自己含醒我 我醒过来的时候吓了一跳 满脸的泪水在那边哭着 然后就想说还好是在做梦 原来只是一场梦 然后就在这时候 上帝就说 现在你了解我的心痛 现在你帮我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 当我现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传福音的目的不是 说要建造教会 我传福音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 我的天父在流泪 他看到他们在世上 看到他们在黑暗 看到他们在迷惘 我那个梦做完 差不多过了几个礼拜 我家的女儿 就有一天就很不开心 在晚上的时候 她就很不开心 她就说 她就在我们家有楼梯 她就像说 我很生气 好 在走楼梯的时候 然后她就没有踩 她要一踩 脚一滑 她整个人就 撞到那个楼梯上面 然后她那时候 就觉得自己很丢脸 又觉得自己 知道她有做错 所以我听到 她整个的嘴巴 撞到那楼梯间的时候 她不敢哭 她就开始跑 我就好像在梦里头一样 我就大叫 妹妹 回来 她不回来 我就追就好像在梦里 我就一直追追追追 追到她就躲在她的被子里头 躲在被子里头 我就听到那小小的哭声 我拉开被子 我看到她嘴巴在流着血 我就紧紧抱着她 我就说妹妹 你不需要走 来爸爸走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做错 我们需要被安慰 我们需要被医治 但是反而我们做 完全相反的事情 跑走